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A隊對上法國B隊 這場是主賽事的對決 主賽事的意思就是 已經進入到這個世界杯 最頂尖的這個級別賽事 剛剛這場比賽 是今天的凌晨6點剛打完的 因為之前的台灣A隊跟B隊比賽 已經改版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播 等之後我拿到降版本的代碼之後 再來跟各位繼續播報 之前沒有播出比賽 我的頻道在2月28號的時候 凌晨被盜了 直到3月9號 昨天才把我的帳號拿回來 所以我大概已經有11天沒有更新的頻道 請大家還多多幫我按一下 喜歡跟訂閱一下 才能讓這個頻道的流量回復正常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講解這場比賽吧 那這場比賽是遷徙 那團隊遷徙的一個重點就是 要早一點去外面中間這個地方 去蓋他自己的TC 那家裡的部分的話 村民可以繼續按也沒關係 但是要記得運輸船 才可以把村民運過去 所以這場的打法 海在也是很重要 你也不能直接完全無視海的部分 如果你整個島嶼直接被鎖海的話 家裡的TC村民 這個經濟運船 這個經濟就會很慘 這邊島上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這個前期的一個擴張 是這個有這一張地圖的一個重點 那是團隊前期的狀況下 會有分別為幾個玩家去打陸地 幾個玩家去打海 那有這種三一分推的打法 就像LOW一樣 那就是一個人打海 然後三個人打陸地 那因為陸地中間搶下就沒問題了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海戰打輸的話 又很難搬到中間去 所以這個拿捏平衡是蠻重要的 但是通常也是二二分推 就是左右兩邊的外加都打海 那一加要專門去偷渡過去的 這個打法比較常見一點 好那我們就稍微來講一下 這邊黃色選擇的 黃色這邊是義大利A隊 義大利A隊選擇的是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在這張圖的話 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經濟很好 那海上部分也沒有太大優勢 所以目前的話 感覺他會比較算是打一個直層 然後去中間開倒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瑪莉 瑪莉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深層金礦 讓他可以金礦挖的很久 到了後期來說 他是比較強勢一點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圍巾人 橘色 那橘色選圍巾的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打敗家 打這個圍巾大戰船 也蠻好的 好 而且這個圍巾人 經濟來說也不錯 基本上他有免費輪左輪手推車的關係 所以他出團戰的 出這個圍巾大戰船的數量 並不太可能會輸給對手 如果會輸給對手的話 一定是自己在雷 一定是自己在雷 所以才會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隊友 義大利A 欸義大利海戰其實也是 欸 不能說非常強 但是就是可以打 還有特殊戰船可以玩 欸不是那是葡萄牙 那義大利人的話我覺得 玩法來說 海上的方面 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雖然有那個漁船減免費用 但是 我個人覺得 義大利來說打外加 會比較吃力一點 當然阿拉伯來說他是OK的 那海戰來說 可能是他們沒有選到 比較更好一點的文明 所以才選擇義大利 這比較是一個 直來中可能會選的文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法蘭克 那法蘭克選擇的是灰色 灰色是這個立陶宛 立陶宛外加打這個 打法有個細節 就是立陶宛他這個文明 可以高速上到封建時代 然後瞬間打海戰 因為立陶宛一開始的食物 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立陶宛 他現在是灰色 已經點了嗎 喔唷 果然喔 最早生封建時代的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的特性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多150肉的關係 所以封建時代可以更早點下 所以在打海戰的時候 有這個時代差的優勢在 那後續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自己的操作跟經濟 才可以打出一些優勢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西彈 西彈是內甲 那西彈的最大的特色是火炮戰船 射速非常快 不是射速 這個落彈速度非常快 那射速是一樣的 但是他這個有這個 特殊的能力 就是火炮戰船 打到對方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我不像一般的火炮戰船 那個炮彈會在空中 飛個好幾好幾年 才落下來打到對方的戰船 但這個西彈的話 基本上你真的夠有錢的話 可以全部出火炮戰船 去沿海岸掃彈 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綠色 綠色的是敗戰艇 敗戰艇這張地圖 最大的優勢 就是速帝王 打這個戰船 或者是直接在中間 搶這個 搶中間的地圖 用這個搶弩去壓制對手 算是一個對他來說 比較好的選擇 那敗戰艇出的之外 也可以打海 他火戰船 攻擊速度特別快 但他在內甲的情況下 我不太確定會不會打海 如果是他打海的話 就是三一分推 三個人打海 一個人打內陸戰 那這樣可能會有點困難一點 但沒有關係喔 斑蘭提這張地圖 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他的彈性來說是OK的 想打什麼戰術 我都憑自己的想法 可以立即轉變喔 當然還是要我先規劃好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達洛P圖 藍色 達洛P圖的話 最大特色是這個 漁船裝載量 是兩倍啊 那戰船的部分呢 有這個木材加成的關係喔 每三個時代木材 都會加兩百 多出來的木材 就可以多按一些戰船 讓他提升他的海戰實力 所以達洛P圖 海戰也是相當強勢的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 柔船可以做使用 到這個帝王時代喔 所以達洛P圖 也是海戰一直首選的一個 文明之意喔 好 那目前喔 大家都已經上到封建時代了 戰船已經出來 那這邊果然 圍巾這邊稍微有點 不太有力喔 因為這個 畢竟人家一開始 一上時代喔 就有兩百木的加成喔 這個爆戰船速度 這一順是很快的喔 跟立陶宛上時代是差不多 那立陶宛這邊上了時代之後 其實沒有太多的優勢在喔 因為目前 紅色這邊喔 也是有出大量戰船 結果兩邊都沒有人出這個 火戰船 兩邊都是打一個 戰團系 那我覺得戰團系 秀起來也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畢竟要需要大量操作 好 那兩邊都進入危險的射程 哎呀 忘記把這個 射程關掉了 雖然這個射程其實有點很愛惹 哈哈 我之前有關掉喔 但是我電腦由於被大賬號的關係喔 我已經重關我的電腦了 所以這部分可能 很多設定要再重新調整一下 好 那目前義大利這邊 有稍微有點優勢喔 它的數量上來說是有七艘船的 那這邊立陶宛是八艘 但後面又補下了兩艘 喔 又補到八艘了 兩邊都是八艘的狀況 那這邊沒有優先點殘血的 有點尷尬喔 一直點到有血多的 但這也有點困難 畢竟你要點到血少的 也有點看 看吃進氣喔 因為對方也是會躲的 不免那麼好躲到 好 那目前立陶宛這邊 感覺烈士慢慢出來囉 它這個優勢真的是慢慢消失了 哇 可惜了 這邊看起來是打不太贏 那有人會說 那如果這時候出火戰船呢 這時候出火戰船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我覺得效果並不是非常好 只要對方的戰船數量喔 低於大概六艘以下 你出火戰船的一個效果會更好一點 因為對方戰船數量太多的時候 你出火戰船還是很容易被擊火掉 那個火戰船能產生並不多 所以我會建議喔 出火戰船的時機喔 是對方戰船喔 低於六艘以下的時候 再去出會更好一點 好 那這邊 欸 怎麼會有藍色的戰船 欸 藍色的戰船怎麼從 下方上來的 哈哈哈哈 它剛剛偷偷溜過去是不是 哇 好像是喔 哇 偷偷射了一些 魚船喔 喔 魚船全部往下跑 好 看它打了P圖 這邊一個戰船巡航喔 點槍會 各處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內陸的狀況 內陸狀況 目前這位 綠色玩家喔 敗戰體能 打一個登陸戰 登陸之後 馬上蓋下了兩馬舊 然後這邊 西班牙人直接蓋一個城堡 來直接打中間西戰喔 來控制中間的控制權 而且他們上的時間有點早喔 這邊西班牙一到城堡 十道馬上就蓋下 它這個是一個直層打法 這個教學我有講過 就是27P西班牙直層的一個方式喔 這個打法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也在遊戲裡面 也跟各位提醒喔 千萬不要用在 單挑啊 或者是團戰上 團戰的原因是因為 你要跟隊友溝通喔 如果你是打野團的話 打這一招你肯定會被隊友噴爆 呵 因為這個西班牙正負者喔 你要按出來的時間會有一個空窗棋喔 那這空窗棋也很難成形 很容易就在出來之前就被打爆了 所以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打西班牙正負者的話 盡可能的跟你的隊友溝通喔 那就打到這個27P直層喔 出西班牙正負者的一個打法 好 那這邊看起來有點慘阿 意大利A隊沒想到被法國B隊壓著啦 連這個TC都來不及蓋起來阿 然後對面的駱駝就已經過來了 而且就算這邊圍起來的話 後面還有更多的西針喔 會直接過來開辯喔 哇 那第一時間沒有辦法拿下來這個TC的控制權 那會對造成意大利A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喔 好 Check一下 好 對這個是法文沒錯 青色是法文 好 新增過來直接踩住兩個TC喔 哇這個很傷 好 來看一下海戰的部分 海戰的話目前 欸 結果紫色也打海嗎 沒想到瑪麗這邊也是也跟著一起打海 而且這邊是處置火戰船 打了P2直接海戰優勢沒有了 那雖然義大利A隊現在海戰來說是全勝的狀況 連右邊立陶宛這邊也是被義大利壓著打 那看起來法國B隊的一個策略是左打入戰喔 而是海戰沒有那麼的放重心的感覺 看起來義大利A隊現在有點尷尬喔 雖然海戰贏了 但輸了入戰喔 那這邊可能還在趕快去找機會喔 趕快去把這個TC蓋起來 或是趕快先蓋城堡 趕快在中間建立殖民地喔 才是個重點 那目前入戰方面的話 你看他們 哇 敗彈艇這邊已經3TC開農了 那琴瑟這邊也蓋下了自己的TC 經濟也開始慢慢好了起來 但反觀這邊 義大利A隊喔 這邊奔入戰第一時間已經失敗了 而且這邊駱駝一直在巡弱喔 看哪有在拖蓋喔 啊 嗯 果不其然喔 果根第一直叫蓋了一個城堡 在這個海岸邊喔 那這樣有這個 馬上清裝便喔 就可以稍微抵抗一下 那這邊的話 可以考慮喔 要不要再下個修道院喔 去稍微反制一下 會比較好 那這邊的話 首要輪還是要趕快開TC喔 TC趕快開出來喔 才會有足夠的這個支援喔 可以去按這個村民喔 讓基金更好一點 那他們現在應該是暴露的狀態喔 因為肉應該會很多 來看一下支援 果然地這邊肉有500多啊 哇 果然是這樣子喔 這個肉量太多了 本來這個時候應該是TC開出來的 3TC在暗村民的一個情況喔 所以肉量會這麼多是正常的 那但是他只有單TC的關係喔 所以肉沒有地方可以拔棄喔 趕快按下城堡之後喔 就可以按這個馬上清裝便喔 稍微消一點肉 去抵抗體一點 那目前 瑪莉這邊也是直接海岸線封鎖 來封鎖 打我TQ這邊 那這邊 自己那家圍巾人喔 圍巾人直接到了後方喔 來打這個敗旦亭的一個戰船喔 想要直接把後面那家的一個精力給燒光 好那稍微入戰 稍微check一下 唉唷這邊入戰 想要過去把這個TQ蓋起來 但很可惜喔 對方出了駱駝 這邊可能要盡可能呢 利用這個伯昆蒂的第一下 攻擊力有增傷的效果 8加20 然後打一下就回頭 打一下回頭 去跟對方換一下駱駝的數量 或是自己按一下升旅喔 稍微把對方駱駝 壓制回去喔 才有可能去把這個左邊TQ給蓋起來 那這個TC可能是有點困難一點 好這邊抓到一些烙蛋駱駝 趕快把一些優勢拿回來 那右邊駱駝是去了哪裡呢 找這邊巡邏 看有沒有在右邊偷蓋 好那目前西班牙中間 這邊也是慢慢把這個燒墊給插起來 那後方部分圍巾的戰船喔 在後方直接把綠色的魚船給掃蕩掉了 好那現在喔不是西班牙喔 西班牙是在這裡 是把這個敗戰體的魚船給燒光了 那目前法國B瑞海戰已經連連撕裂 右邊的這個立陶宛居然還沒上到城堡時代 這怎麼搞的 這個 還在封建時代還在暗村里 然後再用戰船跟對方打 弩炮戰船 這個是世界奇景 怪怪怪的 然後弩炮戰船還被壓著打 這什麼畫面 哈哈 有點逗趣阿這個畫面 你們有嘗試過戰船的壓制嗎 但是這邊很明顯喔 義大利可以用自己的射程優勢喔 去跟對方換 所以戰船的話要只能一直貼近射喔 才有可能打出一點優勢欸 好那這邊可能要先趕快打魚船喔 魚船射一下 現在一發就可以直接擊火掉一艘囉 不夠了 船數量不夠了 剛剛少掉一艘 好 數量直接變少了 直接被包夾 立陶宛 尷尬了 城堡3還沒有點 好這邊還繞了3艘戰場 到後方 那後面的部分 哇 維京大弩炮戰船直接後面掃蕩 中間部分 博庚蒂終於把TC給蓋起來了 那馬上清裝兵這邊也是一直按 那3TC也正常運轉 家裡這邊還直接灑了田喔 還有更多的TC 看來他也沒有隔著自己的經濟喔 有一張TC出來喔 真是蠻關鍵的一點喔 中間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登入喔 他們有直接應對策略喔 直接在家裡這個島上喔 開TC 但通常這個打法不會像是這樣子喔 在家裡直接開TC喔 這張圖 因為那個前洗地圖中間支援太少了 在家裡開TC的CP值太低了 但是我覺得不問題這個應對方式非常好 可以讓他的這個經濟喔 不會直接因為被壓制的關係 被斷的太慘 還是稍微可以把經濟奪回來一些 那目前不問題這根城堡 可能壓的有點尷尬喔 這個可能會壓不太起來 因為火槍要來了 吸針過來直接開箱 哇一吋 兩吋 欸 炮槍了 兩吋 趕快跑趕快跑 哇三吋了三吋了 吸針打得很痛啊 好那這邊伯克蒂只能先被迫撤退了 好那右側這邊義大利也是很努力喔 在瘋狂的騷擾 那立陶宛這邊應該是涼掉了 這麼久了還在封建時代 他這邊漁港蓋太多了 總共有五個漁港 導致他經濟並不是很好 好那WP圖這邊有打算 拿回海上控制熊 去中間看一下這個PC喔 這邊蓋了一個城堡喔 待會這邊碼頭會蓋更多 那感覺義大利A隊目前來說是比較OK一點的 好中間海戰中間有拿下來喔 開始有這個回打趨勢 那後面海戰也是全影喔 法國B隊雖然比較早期喔 到中間開了這些PC喔 跟軍事單位喔 那目前其實也只有伯克蒂登陸起來而已喔 那義大利A隊可能還在趕快讓瑪莉喔 上來開一下 而且喔唷 重點來了喔 瑪莉上到帝王時代了 瑪莉帝王時代 蓋一下城堡 然後再按一下 傭兵 傭兵是極戰力的單位喔 不用升攻防喔 那個能力就很好 而且瑪莉的步兵喔 遠防會有這個加成喔 所以義大利的傭兵效果 可以讓瑪莉的這個 鎧甲更上一層樓 遠防就直接0加5了 這個是他沒有升 他只有升一防而已喔 這個防度就這麼高了喔 看一下喔 瑪莉是紫色 紫色升兩防了啦 看錯看錯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這麼高啊 遠防5的傭兵啊 跑得很快的哥哥的衛隊 其實要到3防才會比較敢 好 那瑪莉利利用這個效果 趕快要打出這些優勢來喔 而且義大利的傭兵效果 傭兵打火器單位還有額外傷害加成 所以打這個西藥當然也是很高喔 但是潛艇也是要打得到 那目前 白蘭亭這邊駱駝出了很多 由於白蘭亭的駱駝也是有這個減免效果 減少25%的這個製造成本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駱駝可以一直按一按一按 然後這邊博恩帝有點尷尬 這個城堡可能會蓋不起來了 這個要硬蓋嗎 9394959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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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尷尬只差3% 好 但是優兵這時候過來 第一時間來救援 優兵直接開砍 三板已經好了 那盾到機器也補一下 防禦0加7 但城堡第一時間也被蓋了起來 那這邊要趕快按下自爆兵開炸嗎 完蛋 但博恩帝這一波的交戰顯得非常的微妙 如果他剛剛直接ALL IN了 把這邊村子直接往上去蓋起來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還是有點小小貪心了一下 但是這邊瑪麗的傭兵也是四處在打 但這邊 這邊集結之痛 感覺傭兵要再奪快吸收點困難的 因為傭兵是蠻怕箭矢的 但是瑪麗的剛剛有提到 瑪麗的遠防很高 所以吃箭矢傷可能沒那麼痛 但是吃到城堡的還是很痛 好那看一下後方的狀況 後方這邊目前法國隊 家裡經濟力並沒有非常好 你看這海岸線被封鎖就會被這樣走 你的島直接被鎖倒 你很像要把家裡的村民出去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很容易就被攔截下來了 好那現在這個就是法國隊的問題 法國隊雖然已經有兩隊登入了 但第三家第四家還在家裡 欸這裡有偷偷登入起來了 喔大羅皮圖這邊偷偷從外面 外圍的部分運了村民過去 但這邊主導的部分 已經有火花戰團開始在兼攻了 這邊直接開始在轟炸城堡啦 好那右邊這邊能不能再奪回來這個控制權呢 欸這邊來硬蓋了 果然還是要蓋一下 用大量的輕騎兵喔 去直接硬扛箭矢傷害 然後直接收村 這邊要拿村民直接打嗎 欸但是這邊巨頭也在慘 然後輕鬆兵也在去按 右邊立陶宛也登入了 這時候已經開始把 對方的立陶宛 不是立陶宛 意大利登入了 立陶宛這邊直接被鎖倒 而且實際超慘 哇這個立陶宛太慘了 跟達魯P2一樣慘 但達魯P2至少有討難到本島去囉 看這邊被鎖倒被鎖得很嚴重喔 好 那目前看起來法國隊認識有點場喔 海岸直接懸殊 雖然中間的島嶼部分 前傾拿下了一點優勢 但這邊伯恩蒂跟瑪莉立的大功喔 而且瑪莉是一個超級後期 非常強的文明 配上義大利的 傭兵效果 讓他可以瘋狂出傭兵 那傭兵就算不出喔 待會飆悍精神出來之後 出個落魄也可以屌打這些洞裝騎士喔 所以瑪莉現在要出的東西是馬舟 馬舟趕快按 有這裡按馬舟了 後面呢 後面沒有按 這邊要趕快按駱駝 OK 挺一下了 挺種加重落的升級 這時候他不應該會繼續出傭兵了 因為現在傭兵是有點會打不太遠 對方重中其次的 那自己還有不要換精神情況下喔 沒道理繼續用傭兵跟對方打 這時候傭兵就可以慢慢退場 因為傭兵他的 攻防是有上限的 他沒辦法到的非常強 也沒辦法再升上去什麼精銳傭兵喔 所以他到了地後的一個中後期 會比較薄弱一點 但地初來說是有一個很好的 抗打擊的一個效果 那目前 倫敵還在很努力出輕鬆兵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的一個影響力 開始慢慢減少 那這邊城堡在雷射 這個採換兵什麼鬼 立陶宛的城堡也蓋得起來 提示也在網裡面喔 好 那這邊這邊亮光這些馬上輕鬆兵 那立陶宛的本島 也開始出現了大屠殺的部分 有刺頭上去開打 這裡還有三隻 一隻意大利 勒納亞奴守在後面衝射 然後游民隊再一次上前 那左邊打到的梯圖已經沒有呼吸了 巨頭直接拆到 上面沒有挖完的黃金也會被躲了下來 所以走走音速看起來 意大利A隊喔已經 基本上已經拿下這場的勝利了 但是這邊 敗難亭喔 還在出這個重裝騎士喔 那這邊會很尷尬 因為敗難亭 重裝騎士是沒有減免的 而且沒有三攻喔 所以敗難亭如果再繼續出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重裝騎士的話 我們會輸喔 趕快轉出他自己的射箭場 去轉出強弩來說 對敗難亭來說才是上上之策 那維京人這邊也是直接登陸喔 改戰打贏之後 左邊雖然沒有開TC 但是城堡直接看起來封鎖他們 外圍的經濟喔 那大家很努力在做事情 這邊也是努力在擋 好 立陶宛這邊居然還出得了烈提斯 但是原裝進口 叫做提升一綁 十三加零 加零一綁都沒提喔 喔有有有提一綁 哈哈 好但是來囉 我們常說的瑪莉的後期喔 我們待會就來跟你們解說 為什麼瑪莉後期很強 瑪莉後期最強大的地方喔 就是他的挑戰精神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近況持續喔 非常誇張 像這樣地圖來說 跑毛衣是非常困難的喔 那瑪莉這個文明是有足夠的優勢喔 他的黃金可以 絕對可以讓他挖到天昏地了 連自己家的本島 可能這個時間還在挖都有可能 我來看一下 你看果然還在挖 挖了七七四十九天 這個金礦還在挖 相對他的隊友 金礦早就已經挖完了 但是瑪莉喔 還可以在本島區區產出黃金喔 爆出更大量部隊喔 那個大王在頂下這個彪漢精神喔 直接駱駝再加武功 哇 起飛 但是現在由於要拚數量關係喔 所以這個彪漢精神 我們要把第一時間去補一下 好 這邊趕快把這個巨頭拆掉 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欸 這一波伯恩帝 輕裝騎兵打得非常好 這個有抓到對方巨頭 影響力會很大 好 右邊伯恩帝也是努力在 再次做一個進攻動作 那這邊令超NPC也被插還差不多 車右側直接擊垮 左邊有瑪莉城堡開始架起來 傭兵加上駱駝的壓制 讓對方打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直接到處著火 傭兵直接到對方家裡到處亂竄啊 好 那這邊法國B隊打出了巨巨 我們恭喜義大利A隊拿下第一場首勝 哇 沒想到這個 我回歸頻道的第一場 就打得這麼精彩 而且這場是千禧 哇 千禧能講的一個細節實在太多了 那我也是盡量啊 為大博報這一場的一個細節啊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 瑪莉這個文明還是有點強啊 但是伯恩帝經濟還是太好了 果然經濟最好的還是伯恩帝 那瑪莉後期金礦來說也沒有太輸伯恩帝 你看這個金礦量哇 一萬二 哇 果然是後期文明瑪莉啊 那巴人提這邊雖然有點小小的優勢喔 也只有前期 上帝出那一步喔 那後這個後續的優勢喔 就開始漸漸消失了 那大二匹圖跟立陶宛 是直接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 直接被打爆的兩個法國的文明喔 法國隊的文明 所以這個 不納入考量 但其他的文明喔 你看這個 維京人喔 經濟就還不錯喔 他可以出到火炮大戰船喔 火炮戰船跟奴炮戰船 然後可以在旁邊繼續做一個側翼攻擊喔 這個經濟來說就很讚了 那義大利這邊的話 感覺還是不錯的 經濟也是有三萬的 那這兩種感覺喔 我覺得 法國他們的策略 前期的來說是好的喔 城堡那一波西鎮跟駱駝 確實打亂了義大利A隊的節奏 但這個節奏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有點可惜喔 當然我覺得要延續下去也是蠻困難的 因為你畢竟要一直封鎖海岸線喔 你沒辦法每個海岸線都第一時間就顧到 那我覺得伯恩蒂這邊打的最好 這跟城堡的立起來是非常關鍵喔 只要一個城堡立起來之後 這邊就會建立殖民地喔 就可以開始展開反攻喔 那我覺得他們有點做得不太好是法國B隊喔 他這個TC就要沒拆掉 有點虧喔 那如果有拆掉的話 多多少少可以再賺一點喔 但他們那個時候 他還急著去想要封鎖海岸線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那個TC沒拆掉 如果拆掉的話 或多或少可以傷到一起來對方的經濟喔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這個剛剛講的喔 這個海岸的部分沒有拿賽喔 對法國B隊太傷了 反正是義大利A隊喔 這邊海路通吃喔 海打贏的話 這個漁船也可以繼續補喔 那反觀是法國B隊喔 海戰打輸了之後喔 全部的漁船直接消失喔 連本島都會受到戰艦的侵擾 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問題喔 好啦 那我們這個影片喔 就第一場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來繼續播第二場比賽吧 好的 我們接下來來播第二場法國B隊 對上義大利A隊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一樣是BO5喔 想要拿到三勝的比賽的隊伍喔 就可以獲得晉級的資格 那這場比賽也是主賽式的第二場喔 那我覺得蠻精彩的 沒想到法國B隊就有如此強大的戰力喔 剛剛的登陸戰打得非常漂亮喔 但是後續的左右兩邊的外加喔 有點辣差喔 直接輸掉的比賽 那這場是阿拉伯喔 阿拉伯的話就比較拚硬實力的部分了 那就要來看一下法國B隊會怎麼打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青色喔 青色的匈奴 在阿拉伯的戰略地圖來說 優勢是不用蓋房子喔 但通勢來說也是個缺點喔 因為阿拉伯來說 房子通常可以拿來當圍牆使用喔 沒有圍牆的情況下喔 所以我們就只能拉這個木牆 威拉拉的經濟來說會比較 也不會說到差啦 但就是會比較難打一點喔 這邊太恐慌了 你全部都是用木牆拉 會拉一段時間喔 而且很容易被擊破 那我覺得 匈奴來說的話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強勢喔 在阿拉伯這樣地圖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這個是 這個是法國B隊選的文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青灰色 灰色這邊是選擇的是外加日本 那日本剛剛沒有在那樣地圖出現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喔 日本應該知道 剛剛在那張遷徙來打會比較好 有這個漁船的弱量加成 那日本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也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存在喔 並不會太強也不會太弱 而且前面有這個採礦林地 跟模仿喔 還有伐木場的這個資源減免的關係喔 所以遷徙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可以拿去撒田喔 或是打這個裝甲塔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瑪莎爾 瑪莎爾那一家的話 通常都會直接打騎士喔 因為瑪莎爾這邊 封建時代喔 也可以打馬 因為他一上一個時代之後 都會直接送給義工喔 這個騎士義工跟刺猴義工 騎兵單位來說 對他路線是比較好的 但瑪莎爾沒有什麼經濟加成喔 所以這個數量上可能要注意一點 可能如果數量輸的話 就很難打得贏喔 但是我覺得就不要再去省什麼經濟喔 全部直接偶硬打這個騎士或刺服 對他來說是件好事喔 只要能上到一點經濟喔 對方經濟就是對自己來說就是件好事喔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印加人 印加人的話是選擇了這個外加 好那琴色匈奴的話應該是打馬 好不是打馬 公了 OK那藍色的選擇是印加喔 印加打工兵的話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他的這個文明喔 有這個特殊單位 投石兵喔 打步兵單位非常的痛喔 但是在團戰來說的話 不太可能會出到這種奇怪的單位喔 因為投石手打步兵雖然額外傷害很高 但是打騎士來說傷害是非常悲催的 所以還是有可能喔 印加會是打這個強奴的部分喔 那印加來說也是南美中三個文明裡面喔 經濟裡面最差的一個喔 但是也是軍事來說 也不算弱的一個文明 我個人來說 更覺得喔 他是南美中三個文明的軍事裡面最強的 畢竟我這個投石手 作戰應對能力喔 會比較相當潤滑一點喔 但是單挑部分啦 團戰來說的話 我就不確定會不會比較好 哇這邊還想要卡村民喔 這麼兇狠 利大利 利大利A隊這邊 很搞喔 雖然沒搞到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那這邊橘色選擇是中國 唉唷 中國外加這個很強喔 中國這個文明喔 一直常年都是在前半段 前半段的這個文明喔 前半段 前前前 這叫什麼 前段班的啊 唉我在講什麼 有時候中文對我來說真的是有點困難喔 那這一年的一個磨練喔 我已經開始慢慢把自己的 中文喔 練得好一點喔 因為以前太少講中文了 好 那這邊 維京人喔 這邊 不是維京人 中國人這邊打 弓兵的話 打22匹會蠻好的 22匹或23匹喔 但我覺得打22匹最好 21匹的小弓來說 經濟會有點緊繃喔 什麼 那大家就來看一下中國後期會不會比較好打 那我覺得中國打外加 算蠻有壓勢的喔 我覺得 硬加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而且他這邊金礦位置也是離中國有點近的 我覺得 可能上方這邊會先出事 好 那我們來看紫色喔 紫色是選擇波蘭 唉唷 波蘭內加 不得了了 那這個就是世紀帝國有趣的地方喔 雖然很多人都說波蘭內加團戰不強阿 但是其實世紀帝國不是這麼 簡單來說就可以講完的一個遊戲阿 雖然他說 雖然他沒有三防阿 所以他的馬會比較弱也沒有遊俠 當然打到這個地後大後期跑貓易的時候阿 會比較弱一點阿 但如果是波蘭內加的部分阿 他相對是來說城堡時代阿 中後期 還有這個帝王初期這段時間阿 是他的精華時間阿 然後這個時段呢能把對之方打殘阿 或是直接落了一波馬爆進去阿 補下村民阿 所以打波蘭內加的一個重點就是不能打大後期 能打迅速打贏就趕快打贏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也是相當好 畢竟波蘭這個落量阿 產量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外交是中國的一個聯動情況下 我不認為阿 波蘭內加選的是一件壞事阿 我覺得這個選的還不錯阿 這個第一時間可以去支援中國這邊 我覺得是非常好 因為中國前面經濟也是很強大阿 那波蘭這邊經濟也是偏強大的文明 而且也是比較適合快攻的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這邊的一個聯動 我現在目前是比較看懂義大利的 好那目前法蘭克選擇後面 唉唷 法蘭克這個文明是非常穩 基本上勝率不會太差 而且團戰來說肉量很充足 馬的部分呢 衝箭時代就有這個血量加成阿 可以直接多這個9滴血阿 可以多扛一下這個赤火2滴傷害 所以法蘭克在前期來說也算是一個快攻文明阿 沒有什麼太大弱點 弱點就是沒有弓兵而已阿 弓兵來說 不太強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還有這個直斧兵可以使用 所以總體而言法蘭克來說 沒有什麼太大缺點 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選的是葡萄阿 唉唷 葡萄的外加我覺得也選得很不錯 因為葡萄的外加的話有這個吃果子喔 採果的時候有這個木頭加成 可以慢慢增加自己的木頭數量 那自己呢出弓兵就有這個弓兵解面 那我覺得義大利A隊這邊選的文明都相當漂亮 打得非常好 那葡萄阿這邊只要一直用這個解面的效果 然後到了帝王時代 三攻三防全部點下 好 葡萄阿可以再出了整風情砲之類的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葡萄阿出風情砲在傳戰來說 機動性太差了 除非是要打陣地戰喔 那就另當別論 好 那目前大家都上到了封建時代 那看一下葡萄阿這邊的一個打法 喔看起來是蠻穩的 那上方這邊 印加已經出了四隻小弓 呃五隻喔 有點多了 但是義工已經剛點下 那中國這邊 選擇的是打法式雙射箭場 但是 弓兵部分沒有按得非常快喔 這邊是 啊你看他專注在維加啦 你看這邊印加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他這邊弓兵可能會出的稍微慢一點點 你知道齊哥怎麼第一時間弓兵居然輸給印加 怪怪的 好 但是 波蘭的事後也過來囉 波蘭的話 肉量來說是非常足夠的 呃在這次的改版來說 波蘭被稍微Nerf了一下喔 那我們有在那個社群 貼文喔 有貼這個改版資訊喔 有訊息給觀眾也可以到我們的社群貼文裡面看一下 改版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那波蘭這次肉量喔 立即採集的數量變成了8% 甚至是10% 那就在我們一個月兩個月前的波蘭影片喔 我們一直提到喔 波蘭這個肉鏈10%實在太多了 好彩肉最強王者 就是波蘭 那這次也確實喔 我給的建議他們好像有踢進去的樣子 就是改個8%或9%喔 也可以確實弱化到波蘭一點 不然波蘭這個肉量實在太扯了 打這個新手來說 太突出友誼了 因為肉多 就很好搞事喔 你要攀科技啊 爆的兵啊 都很Easy 尤其是科技的部分 大部分科技都需要用到肉的 好 那下面這邊就在對撞 欸 上門直接開撞起來了嗎 波蘭這邊出了馬器 雖然蠻多的 好這邊測一下 目前上方結果是中國 外加這邊是 反而是取了一個防守作戰的方式 反而是下方 葡萄這邊開始慢慢進攻喔 這個有點微妙 我原本劇本是覺得 中國上面應該是往前推 去硬壓對手硬加了 因為硬加可能工兵數量可能不會那麼多 但沒想到中國這邊的數量 也沒有到非常多 出的時機點可能也沒有到那麼好 好 那目前兩家 四家都在上面跳恰恰 A家出馬 工兵也在繼續出 那目前上面可能會打起來喔 我覺得上面是比較有機會一點 如果這時候我會 我就會叫這個 如果是中國的話 我會叫波蘭喔 直接把他的馬 帶到這個硬加後面喔 砍個一波喔 就不要在那邊 跳恰恰 這邊這邊 你看很明顯喔 對方也是喔 馬達爾把這個 刺頭 歸在這個旁邊喔 去保守 去保護這邊工兵喔 YAY 好這邊要體力拆了喔 他可能感覺意識到 波蘭要去他家了 所以這邊可能要強行拆 如何去逼對手回來打 好這個是一個細節 好 下方這邊依舊還是沒有開打 也是一樣在跳恰恰 兩邊都是打得非常保守 大家都知道 這一坨兵只要誰 動掉 誰 誰一搞事就出事了 好 那這時候品種頂下了 這個品種科技點下之後 刺頭顯然會非常誇張 那波蘭這邊已經點牢 而且一坊也要點下了 那這邊要趕快點一弓嗎 好 這邊直接踩高地 好 中國這邊上高地 增加箭矢傷害 但是這邊刺頭馬達爾的品種科技也好了 那這邊波蘭有一坊的關係 所以彈量還算不錯的 那這邊直接上去硬砍工兵 其實也在對射的狀況下 兩邊的一個刺頭也是努力在砍對方的工兵 這邊看起來兩邊的交戰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我覺得馬達爾這邊可能會輸嗎 欸不會嗎 中國這邊還有一隊工兵 結果這邊中國隊 不是中國隊 不是中國隊 中國這邊 工兵雖然打贏了 但是數量上直接死給了 對手的馬 不然這邊馬不夠 那馬達爾這邊有異攻預防 那 不然這邊是只有異防而已 還有品種 所以剛剛這差異跟我們差的蠻多的 好 下方這邊也在開打 我們稍微Bug一下 看它不如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好 這邊開打的情形是 法蘭克 保護一下自己家裡的 好 這邊有小小騷擾 稍微趕一下經濟 好 這邊有小小騷擾 稍微趕一下經濟 稍微趕一下經濟 好 再回到上方這邊 這邊大彈兩邊都打了 差不多上下兩方都處於一個尷尬的一個地 一個時間點 因為你這邊只要一送光之後 基本上就不太可以再繼續做騷擾 只能再做防守動作了 因為你現在做騷擾也是在送兵而已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下方 義大利A隊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下方已經部隊全送光 後面集結有點困難 不然這個時候大家都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但是法國B隊這邊點下城堡時代也只有1名加2名 所以後方這邊馬還是出太多了 不然這邊也是到處 再看 欸 這邊我覺得日本跟馬大這邊兩個法國B隊 壓力給的很足 這邊打下去 義大利A隊會輸喔 這邊可能要繼續退了 欸 這裡有洞 進來進來 這邊要毒口射擊嗎 不毒 好 這邊可能稍微圍一下 欸 這邊法國刺猴沒有空喔 法蘭克刺猴 好 中國這邊上到城堡時代 那待會應該就要直接開打奴兵了 那英達這邊早上已經升級好 準備救急 好 下方這邊一樣在跳恰恰 這邊被射掉兩片田喔 直接少了125木 好 第三片田也要被點掉了 OK 感覺日本這邊經濟來說 雖然沒有到很好 但至少已經搶下了三片田 好 一到城堡時代 趕快點下這個二級射還有奴兵 但由於之前改本關係喔 奴兵的造價喔 升級需貴了一點喔 所以這邊奴兵可以不要把第一時間點 二級射點下之後再等一下喔 OK 好 趕快點下奴兵的升級喔 好 奴兵升級一樣喔 就趕快往前了 那日本這邊也看到對方已經升級好了 趕快先行徹萃啦 這個該再不退就要變成功兵打奴兵了 好 那波蘭這邊騎士也慢慢按了出來 這個時間點喔 波蘭要做的事情是先出幾隻騎士喔 然後趕快補下TC 趕快把這個直技拉俠 那如果隊友要繼續潛壓情況下 就要再繼續補騎士喔 騎士也不能斷 所以目前我覺得 雙馬就有暴騎士 然後3TC開農 是內加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二二房也要趕快點下喔 沒有二二房的話 對方攻兵數量一多 還是很容易把騎士全部吃光的 好 日本這邊上十代還有四十五秒 這四十五秒不知道 能不能靠這些木槍跟劍塔守護喔 這邊給的壓力值有點大喔 一村 兩村 兩村 欸 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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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村 OK 射到村民術其實還蠻多的 好 這波壓力給的非常不夠 反克騎士也變輕騎兵 欸 上面這邊直接壓了過來 中國 中國 奴兵加上波蘭的騎士 直接開磚印加這邊 哇 現在世界各式都著火 上花這邊 這坨跟我們繼續往後繞 好 這一坨中國的奴兵直接往後撤 沒有繼續要壓住對方的金礦 好 那目前義大利A隊又是拿出了優勢 我們後方這裡有大量侵襲 應該後面就騷擾 雙奴這邊感覺打不到任何東西有點虧 OK 義大利A隊的防守做的蠻到位的 都沒有一個太大的破彈出現 那波蘭這邊有點小小的危險喔 他這邊還沒有開出自己的TC啦 那會導致他的後續的騎士量 時間一拖久 這坨只要送掉了 基本上就結束了 但我們剛剛有講喔 波蘭這個就是打一個前期快攻的文明 所以基本上他這樣打法的話 只要能在前期打贏喔 結果問題就不大了 好 這邊 葡萄牙在後面繼續做騷擾 卡蘭克一直在後方做一個護駕動作 這邊工兵前面也在做騷擾 哇 目前兩邊打的水生活了 你跳恰恰 我跳恰恰 大家都跳恰恰 好 日本中午點下彈道學 有彈道學的話這個射就會很準喔 工兵也是北上池原隊友 還有一段距離喔 葡萄牙這邊基本上是邊走邊試喔 一直騷擾 待會就要可能打到對方 馬扎爾了 好 忽然這時候終於開下第二個TC了 那一大部分喔 3TC是立即開出是一個絕要的一個重點 但你的騎士也不難做太多 好 這邊直接轉個洞進去 法蘭克直接殺進去 後方的騎士要跟上去 救下隊伍嗎 因為馬扎爾的兵全部都在前線 跟中國這邊做一個交戰 他們家裡有點被騷擾 但這一波工兵還在往前 這邊是法蘭克去吸引對方的騎兵 直接進去騷擾了一波 後來這邊直接用騎士在前面跳恰恰 然後吸收更多的箭矢傷害 好 直接射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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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很快速 公兵交戰很不錯 喔 很厲害 很穩耶 這邊要贏了耶 中國 中國這個穩點真的是有點猛 有夠多隻 28隻 這邊硬加工兵是這樣明顯輸了 波蘭這邊直接 壓了進去 後方馬扎爾這邊經濟被騷擾到一些 你看到處都有屍體 而且法蘭克騎士還在砍 馬扎爾經濟直接被重創 而且後方波蘭 不是波蘭喔 波蘭的工兵也走到了硬加的後方 這邊波蘭第一時間去上前持緣 波蘭亞的工兵 趕快趕快救一下救一下 波蘭這邊 年華地屍就到 這邊的工兵使用越來越少 尷尬啊 雖然波蘭的騎士很多 但工兵雖然沒有完全吃掉 哇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波蘭亞上面工兵送完之後 第二波工兵也出發 又要繼續給日本這邊壓力了 那法蘭克這邊其實是很多前線 也在繼續作戰 上方的一個狀況已經全部被擊垮了 硬加這邊已經直接倒光 沒有TC 沒有聰明破防弓 聰明直接死張慘重 到處都是聰明的屍體 特別由於 硬加已經倒了關係 所以現在只能靠馬扎爾一個人扛兩家了 但是現在問題是 他現在有點扛不太住 還需要靠日本來救援喔 釣頭工兵也不能回家 那這邊沒辦法回家的結果 就是馬扎爾跟日本喔 會一直被對方的圖塔 一直強壓喔 趕快賭口 有賭有賭 好 後方這邊 趕快 反而克力要趕快繼續鑽洞救隊友 後方這邊小打小鬧 好 日本這邊見事不妙 趕快趕快往前 繼續往前壓中國這邊 好 抓到 有單刀拳的工兵就是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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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躲一下 V陣 哇 V的不錯 後方有一些日本的工兵 稍微過來做個處理 但是這邊工兵數量不夠多 可能在下水餃 好 這邊要被打進去了 馬扎爾這邊直接被鑽屑 後面的日本的工兵 這時候能追得上來嗎 這個一波 唉唷 不錯不錯 這波打得很漂亮 哇 第一次直接原地被打 好 馬扎爾更多的騎士過來救一下 工兵趕快趕快 這裡有個時間差 這邊工兵要繞一下路 才能再繼續輸出 好 但是馬扎爾的騎士居然夠多 直接吃掉了 沒問題 OK 總果加上波蘭的騎士 哇 蘇倫又開始聚了起來40隻 那這邊感覺上 波蘭要再繼續打也沒問題 3TC也開好 大莊園也是繼續農 也是傻得非常開心的 這邊貴族騎士 貴族套巡騎士也點下之後 這個騎士數量會很誇張喔 這樣有幾隻阿 33隻 對方幾隻 8隻 加上5隻 哈哈 哈哈哈哈 33隻 對上13隻 直接贏20隻阿 就知道 突然這個文明 中期 跟第一出有多強阿 好 上到地獄時代的中國 直接升級強奴 換到血點下 三級射也好了 好 這邊可以做一個騎士包抄動作 沒有問題 好 這邊第一時間還上了高地 可以阻止對方日本的工兵上高地 這一波包抄包得非常漂亮 中國的工兵直接分兩隊開射 直接吃掉這一坨奴兵 大獲全勝 義大利野隊 又獲得了非常多的一個優勢 這邊胸子直接想繞後 但是這邊防守做得很好 但這裡有個洞阿 好 普達這邊工兵也是持續往後繞 那這裡果然被 抓掉了 這邊可能有點困難 這邊低木牆也沒有用 這邊苦之走位 往後繞 好 下方這邊直接對射 再射個一波 日本這一波的工兵可以繼續射 沒有問題 趕快把對方挺好的工兵吃掉 好 這邊普達直接大戰 後方強奴過來來勢洶洶 但是硬家已經沒有呼吸的關係 所以現在只能靠 馬扎爾一個人擋兩家了 但是這邊工兵也沒有直接 不要理 這邊是稍微來救援一下普達爾的工兵 這邊強奴要直接衝擊的是馬扎爾 好 貴族特權終於點下 波蘭最強的時期終於要來到了 貴族特權騎士 走進去 直接打出了 聚集 好 恭喜義大利A隊拿到這場勝利啊 哇 波蘭果然就是 經濟強大的文明 太強了 強大又不行 這個87%已經是波蘭肉量最多了 來看一下經濟耶 好 法蘭克肉量居然是最多的 波蘭呢 喔 波蘭少數一點點 哇 法蘭克這邊經濟會好 尤其是他第一時間喔 上城堡時代沒有爆太多馬 那波蘭這邊是一直在持續爆馬的關係喔 所以3TC太穩蓋出來了 所以導致肉量稍微輸了一點點 哇 果然87%不是100%喔 這13%被法蘭克拿走了 法蘭克這邊聰明數實在太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聰明數有多少 法蘭克這邊聰明數黃色喔 黃色是124吋 哇 超多的 波蘭只有110吋而已喔 算是稍微差了一些些 那他14吋也差不多是這個肉量 波蘭我覺得還是有點強阿 並不是說他團戰就不能出來 也不會說他團戰就是一定是弱勢的 這根據戰術打法來說 波蘭的一個實用性喔 還是蠻好用的 不管是外加那一家都是喔 外加來說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喔 那一家來說的話 戰術打得好 還是可以蠻輕鬆拿下這場勝利 好 那麼恭喜意大利A隊拿下第二場比賽的勝利喔 目前是0比2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一場比賽吧 好 遊戲來到了意大利A隊法國B隊第三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如果意大利A隊這場拿下勝利的話 那就可以恭喜他們繼續晉級喔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黃色意大利A隊選擇的文明吧 意大利A隊這邊選擇的是柏柏人喔 柏柏人的話在團戰來說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存在喔 這個弱攻呢可以counter所有的馬攻之外 打騎士步兵喔都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基本上會人怕的東西只有戰毛兵投車奴炮之類的單位 還有火炮 那柏柏呢除之外還有移動村民喔 速度非常快速 前期就可以取得一個不錯的一個成果喔 經濟效益的來說 你看這個一般村民只有0.8的跑速喔 但是這邊柏柏人的跑速喔特別快喔 可以到0.8的跑速 所以柏柏人在前期一開始就有這個村民的跑速的優勢啦 好 那繼續來講下一個紅色的文明啦 紅色是波羅斯喔 波羅斯最好的一個地方喔就是他打工兵 來說的話單挑來說波羅斯工兵比較好用 但團戰來說的話一樣是可以打遊俠 但是打打團戰又有個好處喔 就是如果對方出了騎士陣太多的話 他也可以出駱駝的喔 他是有遊俠又有駱駝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村民喔 產出速度又是最快的 所以波羅斯這個文明我覺得相當的好用喔 他基本上面什麼太大弱點 弱點只有這個團戰工兵不太能用之外喔 那是單挑來說波羅斯工兵又不用黃金 所以這個效果來說 在團戰的話 他的重點是取向在出駱駝跟遊俠的部分上 那個大象戰相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出喔 因為最胖也會招小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紫色 那紫色是薩拉森人喔 薩拉森人的話經濟是我覺得全遊戲裡面最差的一個文明喔 雖然他可以透過四級做一個買賣喔 而且四級也比較便宜 但是他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經濟加成 所以打內加的情況來說的話 通常是會打這個駱駝 他的駱駝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喔 駱駝可以高達170滴血的重裝駱駝 比這個印度斯坦的還要坦 印象中 那薩拉森這個能力之外 他的工兵呢 打建築物也會有外傷害喔 所以工兵拆TC的一個案例喔 在以前的版本比較常出現喔 也相當作是工兵加4建築物吧 現在好像改掉了變加1加2的樣子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橘色喔 橘色是越南 橘色越南的話 他的最大特色喔 是這個 而我金冠點下之後喔 挖木頭會產生黃金喔 因為每20個到25個村民去挖木頭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一點的這個 生物的翹黃金的速度 所以打什麼競技場啊 來說是相當有優勢的 那如果是選這樣地圖的話 應該是單純是選擇外加來使用 畢竟他的射箭場單位喔 有這個血量加成 一般的頭車喔 雜一發是雜不死的 血量高達40幾滴血喔 除非完全命都紅心喔 他為什麼雜屍就是工兵 所以越南外加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個大象 大象血量可以高達420滴血 坦度十足喔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法國幣隊 法國幣隊是孟加阿倫 那孟加阿倫這個文明呢 在這張地圖來說的話也要提到後期 他的前中期並不是特別的優秀喔 要到後期之後出到相公 打孫旅戰之後 對於孟加阿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成果 那他有一些特殊打法喔 城堡時代蓋70個TC 然後到地獄時代可以擁有 多出140吋的喔 總共任何可以高達340吋左右的一個 戰術 那這個戰術的話 比較適合用在開到這張地圖上 那這張地圖的話我是覺得相當不適合 所以他應該還是會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相公打法 會比較穩定一些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青蛇 青蛇 青蛇是庫曼人 庫曼人的話 在內加來出的情況喔 是可以打雙TC開主 封建時代就雙TC 所以他的一個早期目標是 黑暗時代有500肉 不管幾匹喔 馬上點上封建時代 然後全部去挖木頭 挖完木頭的時候 趕快就蓋TC喔 275木140 直接到後面開 好開始了 好 好 那一樣呢 他也是可以打遊俠 在團戰來說 打青蛇的話 並不是太吃香喔 很容易被擋住喔 因為青蛇的成型時間較晚了 當你成型的時候 對方也有大量騎士了 所以青蛇來說 團戰來說 是不太好出的喔 反而也是會偏向於遊俠 或討論騎兵的一個動作喔 去針對對手 所以出落魂可以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綠色 綠色是高綿喔 高綿的話 那大家打騎士的話 雖然這個依次元農田喔 食物生產的速度蠻快的 所以村民也可以阻防止 以防禦來說的話 他的便利體質比較好一點啦 但是他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騎士也沒有特別強 也就是貢磚也沒有有效 最後的話 還是要打這個大象來說 會比較好一點喔 或是奴炮戰象 奴炮戰象的話 又跟青蛇一樣 那種成形時間叫完 最直接的做法 就直接出重裝騎士喔 後期轉大象的一個方式比較好 因為他這個 呃 這個銀罐祭祀 我可以讓這個大象攻擊 多三點攻擊 後期比較威懾力一點 後期或是也可以打這個奴炮 裝備奴炮也是不錯選擇 好接下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是朝鮮人喔 朝鮮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他的陸地單位 有這個木材減免喔 軍事單位有這個木材減免 但是不保衡工程器喔 相當可惜 但是他出這些戰矛阿 擊兵阿 或是馬戰車之類的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效果 好 那我覺得韓國來說的話 這張地圖並沒有太大優勢喔 但是他挖式的速度比較快喔 除了他打一個劍塔插塔流 就有可能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比賽吧 那這邊韓國絕一絕 直接前置射箭場 22匹小鉤 然後射箭場前線開蓋 那他會這邊挖石頭前面插箭塔嗎 這邊值得注意一看喔 他會插箭塔 這個似乎有沒有挖就是重點 好 比賽來到了封建時代了 大家都已經上到了封建時代 那這兩位沒有點上封建的關係 是因為他們只要直層喔 這個P數26P相當標準 25P也是可以的 好那這邊攻擊已經按下去 那待會橘色跟黃色是打直層戰術 那庫曼 法國B隊這邊是直接打一個全快攻喔 大家都是各種快攻各種男 並沒有要跟你直接打什麼直層啊之類的 然後打一個非常標準 直接開稿 好這邊工兵數量開始追了起來 好灰色這邊孟加巴也是喔 你看也在輸工兵 也沒有要上封建時代喔 完蛋了完蛋了 那義大利A隊這邊能撐得住嗎 看一下義大利A隊的訪問公司做得如何了 哇基本上正面全部已經為死 而且還直接上大石牆 打得相當保守 這個紫色薩拉森也沒有直接硬上喔 雖然他們那家也沒有直接硬上到封建時代 而且是有出兵的喔 那我覺得這邊打得非常好 但是薩拉森如果這樣打的話 經濟會更慘喔 畢竟也要花石頭去蓋這個圍牆 但是我覺得這是必要性的喔 如果不蓋石牆的話 他可能第一個就會被擊掛 他沒有那麼強大的資源喔 可以讓對方跟他一直換來換去的 那上大石牆喔 確實是薩拉森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並有一個太多的資源過度交換喔 搞不好他沒辦法穿到城堡時代 但是脫法隊友都有可能 好 上面直接下一個四級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炸阿神四級很便宜喔 只要75副超級神 然後最後一段就可以堆疊了 把這個暗磨龍打這樣 那些四級的血量是高達1800滴起來 基本上跟一個石牆差不多 那封建時代的石牆喔 血量是比較少的喔 一個炸奧桶就可以炸掉了 那算到城堡時代的話需要兩口 這是一個小巧的姿勢 那打這個競技場來說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這個石牆的石量 那這邊目前還在繞 這邊往上繞看一看 看可不可以找得出窄口 欸 那他的隊友越南這邊 一有這個洞喔 馬上就補了起來 反應速度還是蠻快的喔 而且這邊還下一個料王牌 不錯喔 有些人會問說 欸為什麼這個斜坡 他們這樣圍到底就好 那主要因為這個斜坡喔 是石頭路 是石頭路喔 是免法蓋任何建築物的喔 因為他們是在這種 中世紀時代喔 很難在這個石頭上喔 蓋防守 這個 這個地址有點 追隨根據的感覺喔 因為是說喔 他不能蓋就不能蓋 而是 確實喔 你在現實事件中 會在石頭上面蓋防守 很容易導彈 這個地址他不是去石頭裡喔 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定 相當的有趣喔 好 那 韓國這邊 朝鮮繼續蓋這個 22匹小鋒繼續 圓圖喔 前面蓋了非常多房子 斷村 好想喔 這邊有一波小小的打 但是這邊 高麵也是去追逐 紅色都是有出兵 目前兩家都是在出兵狀態喔 那兩邊都已經直逞了 頭車跟這個 騎士喔 待會就可以出來 做一波化解動作 那 待會就要來看一下喔 這邊能不能打出一些傷害來 那邊 法國B隊還在努力想要找宅口打 但是 這邊 義大利A隊喔 防守來說實在太好了 前後方喔 喔 已經為死了 正面來說又有充分 大量的 確實有十萬面喔 而且他有充分 在後面適時而去解 那 確實給到法國B隊 入口的壓力喔 欸 但這邊有機會可以進去喔 這棟防止血量非常低 有機會嗎 要測退呢 再繼續圍一下圍一下 圍一下 這邊有點小心一點喔 想要有點低 好 這邊有工兵 就再看看 沒有要直接打進來動作 好 騎士動出來了 三隻騎士直接上來硬砍 弄加拿大的 所以這個 工兵 工兵也是要打光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法國B隊是利用三家的潛壓方式喔 那讓副班有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空間 待會如果讓副班經濟完全起來的話 可能 法國B隊只能奢望 副班這邊可以1打3 甚至1打4喔 不然如果他不能1打3的話 基本上這一把他們還是要GG的喔 1打2是不夠的 一定是打輸的喔 那目前看起來 義大利A隊防守來說是無懈可惜 防守的相當漂亮喔 雖然村民上的少許有點落後 但是因為他們是生死帶的關係喔 而且這邊還有副班的關係 而且村民宿來說本來是會多一些些的 多一些喔 好 那這邊補他義士集 就先運氣調配喔 好 那紅色托斯這邊有這邊出漁船被抓包喔 開始朝鮮再出馬頭 再朝這些漁船 那這個虎是還好啦 虎的肉大概只有1000多肉 雖然吃到地龍實在沒什麼問題 但主要這個是這個虎可以去蓋漁網 可以讓虎魚更順暢 或者支援更好一些喔 所以能搶下中心這個虎也是一個小小的經濟加持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大家都蠻穩定的喔 好 那黃色這邊 PC開下 那目前是一個成長期的時候 那黃色 黃色伯伯 這邊可能騎士趕快繼續移動喔 會比較好 那伯伯還有個厲害的地方喔 就是他這個 馬舊單位有減免喔 讓他在這個 前期來說 有這個 昏迷的移動速度加成之外 馬舊單位也是便宜喔 出刺猴啊 那個若虎 騎士喔 都是相當的省 所以我個人也蠻 也蠻喜歡伯伯的這個魂命的喔 這些工兵又有若虎可以打 不然是遇到對面是蒙子福祭 或是馬駕 馬攻系的打采也是特別輕鬆 打騎士戰的話 駱駝也不太容易出數量 不知道有效吧 還有重裝駱駝 憑你的這王駱駝可以出 等於而言然伯伯來說算是 偏全面性的文明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好 然後 這邊 欸這邊是進來了 欸正進來了欸 那麼 那 駱駝這邊直接打出一個供來 這邊 這邊直接是那斯瑪斯 在點下前期變身級 遠防3 血量吧 是第一血非常厚 那這邊 薩拉森由於喔 前面投資了太多肉 而且也是在幫我防守的關係喔 哇 這邊是蛇底村欸 這個 越南這邊有抵住村民島的地上 看來這邊也是有多類的事情 好 這邊其實是直接開砍後 放了一個木牆 好 透明洛索來救一下 出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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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索直接來自瓶救一下 我們繼續跑 就讓他站著給阿A 然後下方 這兩邊的一個騎兵交戰 就是你來我往 出鄉 逗來逗去 你追我跑 我跑 我跑 你就跑 都在 插在 沒有在沙漢上面跑而已了 很浪漫 好 好險 這邊已經點上 很好實在 大國兵也升級好了 後來這邊也是趕快趕上 最後上到城堡時代是波斯 波斯這邊 上城堡時代先偏晚 還差10秒鐘 這個 稍微慢了一些 但沒有關係 波斯到城堡時代之後 才是他的主場 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是他最弱時候 波斯最強的東西是他城堡之後 甚至對龍時代 是他最強的發揮 好 那目前 大國兵隊 打一個前軍事 目前還沒有打出太大的成果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對 義大利A隊來說 會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們並沒有善加利用這些軍隊 去做出大量的直技打擊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虧的一件事情 很多投資了那麼多軍事單位 卻沒有做到任何的效果 就好像 站著毛坑不拉死一樣的概念 你怎麼做事啊 好 這邊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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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出兵就是要去繞啊 我們可以在家裡了 好 這一波繞到 包了點東西 就很賺了 好 我們這邊 直接 塗掉了波斯的大量充能 波斯這邊只要能 骨子他開個TC 就出兵快不賺了 因為波斯的TC 變得出兵非常快速的 所以能拆個TC賺個TC喔 這非常快速 好 這邊駱駝看來喔 被對方 駱駝的駱駝跟騎士直接包夾致死 那看起來這一波進展的地方 就只有 幾乎 波斯的TC 這一部分 而中間這個地方呢 雖然波斯也拿下了凱物的部分 但是 視野精細也是沒有非常好 這邊要稍微注意看攻兵的部分 攻兵才是鼓勵 好 投車來砸一發 哎唷 砸到很完美喔 就打一發 然後越來越投降 但是波斯這邊防守也算即時喔 對得到防線直接拉了起來 防守沒有太大的問題 拉得很不錯 但是這邊隊友也沒有照鏡喔 這邊隊友越南加上巴拉森的 騎士落陀 刺猴軍隊 加上越南的騰甲攻兵 有人會說 欸騰甲攻兵哪裡強 跑到超級強的好不好 你看這個遠防防禦 基本上就有5了喔 遠防5的弱的弱的弓兵 這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喔 他待會再點2防 就代表 他的騰甲攻兵遠防6 那你們再看一般的弩賓 攻擊只有多少 只有5加2 7攻 所以一般來說 奴兵軍射騰甲攻兵 只有一筆血的傷害喔 而且騰甲攻兵打騎士傷害也並不弱喔 而且他比這個奴兵傷害多一攻喔 真的值得注意的細節喔 那你們會說 欸那為什麼 越南還要出弓兵啊 出長谷之類的 但你們不是騰甲攻兵喔 比較不好出喔 但只要城堡的騎士都會想 一定會主要出騰甲攻兵喔 兩路之類就不會想出了 大概的區別是這樣 然後騰甲攻兵喔 確實可以很有效 所以是對方的騎士喔 或是這個 武兵喔 但是如果對方有那個有效的話 還是會有點難處理喔 對 城堡攻兵最大問題就是 數量很難起來 雖然也沒什麼太大的缺陷 那射程部分也是4加2喔 沒問題 欸沒有 比較短一點不好意思 攻兵是5加2喔 城堡攻兵是4加2喔 稍微短手短一點點 但其他數值比起來也是相當不錯 OK 這個時間給對手 我們對方的攻兵直接無數騰甲攻兵 騰甲攻兵可以直接後面 直接原地上A攻的問題 反正也沒問題 這邊也沒問題 這邊只要對手的時候 對方的騎士而已喔 所以這邊只要越南 不能管對方的騎士 這樣 基本上喔 就是加力A隊的獲勝 那這邊如果只剩霸國兵 這個攻兵的話 基本上他們就輸了 因為騰甲攻兵 是可以全部counter這些攻兵的 所以現在 越南這邊喔 沒有很 很在意喔 對方的攻兵數量 待會這樣直接硬戰也喔 好那這邊 伐國兵隊 把所有攻兵 拉到高力上 千萬不能再血拖打 血拖一打的話 很容易被挑打 所以他們都要攻擊 很上戰 就是這樣子 好 高力跑車 看一下這一波 能不能秀到 打個一發 往後拉拉得不錯 第二天 十劍能 砸得到 再會往前走 喔 欸沒有 這邊稍微 走 三甲攻兵 直接無雙有沒有 沒有我們前衛了 但是這邊有這個騎士喔 你看他這個騎士傷害也很高啊 很厚很厚 這一波大戰 宣告 法國V隊 算是 輸了吧 那是輸吧 那是輸吧 因為他們的攻兵 主力還活著 欸但這邊 這邊是要撤退 喔對嘛 要繼續進攻啊 那這裡不能撤退啦 但這個 這個 朝鮮怎麼有點想要 失去人身方向的感覺 不知道該去哪 那灰色 就很 很直覺喔 就是要把這個攻兵送掉 其實在後面喔 送光也沒關係喔 就是要給對方壓力喔 爭取更多的時間喔 讓自己發展 這個是法國V隊 最重要的一刻 很好玩 千萬不要像這個朝鮮一樣 不知道該幹嘛 後來放去 不回家就算了 你們會往後帥 欸這波兵 我覺得往回家的話 也是蠻浪費的 畢竟你會 把這個兵帶回家 就代表你把這個 戰場放在自己家裡 這個 在這個遊戲裡面喔 盡可能 要把戰場放在對方家裡 那你家的經濟 就會受到的 就是 受抗跟防兵 你看喔 這個戰場放在這手家裡喔 越南這邊大量 扯名只要被圖了一波啊 所以 戰場充分不能拉回家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我已經是優勢的時候 就要是要繼續 往前壓力 然後往前壓力 盡量不要 退回去喔 你看這波 哇 弓兵又射殺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所以大概知道 射了四村 五村 哇 很賺很賺 那目前 義大利A隊 居然已經遇到了 慘重的代價喔 這邊創民就只剩下三百村啊 但法國兵隊好四百村 感覺法國兵隊 這一場有點穩喔 但是這個 橙甲弓兵 就很難處理喔 這裡面的騎兵跟工兵 還有他的橙甲弓兵 橙甲弓兵 橙甲弓兵只要數量一多喔 真的是非常難減 說你要不要蓋個什麼頭車之類的去解一下橙甲弓兵呢 所以一發頭車來說 他如果的政策弓兵是可以砸得死的 勉勉強強可以砸得死的 不像他的這個射箭場才好贏 可能一發砸不死 好 這邊城堡能蓋起來 直接過來硬蓋 有一點問題 這邊還有跟橙甲弓兵做防守 越南這邊直接開兩戰場 一個是家裡這邊喔 還有拍一些橙甲弓兵在大鏡幫忙助手 然後這邊橙甲弓兵的傷害其實實在是非常高喔 這邊射殺掉了非常多的弱骨跟疾事啊 好 後面這邊啟示的 好囉 沒錯 他要做庫曼的觀念很好 就是把橙甲弓兵往後送就對了 好 這頭弓兵依舊在後面如如小小 你看 這一頭弓兵做到多少事情 要是朝鮮也跟他一起來的話 是不是更賺了 對不對 哇 這個就是觀念問題 兵絕對不能往回拉喔 那這邊朝鮮把兵全力固域在東邊 雖然是想要來聚集公兵的力量是沒錯 但我覺得這種聚集力量的事情 就交給現在的射箭場去處理就好 你能繞到後面的話就繼續繞到後面 另外不要像他這樣子的 還把兵闖回拉 這樣其實是有點痠的 好 那這邊波子這邊也會出很多戳運喔 我們是一村 補下第四個PC 那點一下帝龍時代了 現在義大利隊有這個 柏柏人 橘色越南也點一下帝龍時代了 那這邊帝龍時代對手法國B隊喔 已經有朝鮮跟庫瑪 升到帝龍時代了 那孟加拉也到帝龍時代了 這邊就是一個轉兵空槍旗囉 這邊強入是現在是可以打贏彭甲工兵了 升降工兵這時候最好是趕快先死去撤退喔 繼續積累這個彭甲工兵的數量 大家可以上到帝龍時代房去點個金瑞喔 現在敢打一波也不齊了 現在下了這個工兵保存旗喔 千萬不能送的 好 點下三級射 金瑞會點下喔 有點好奇這個彭甲工兵會點金瑞喔 點金瑞之後世界完全不一樣 好 升降先點三級射跟法國 好 也沒問題 好 那目前看起來後方這坨工兵終於解決掉了 這邊村民終於可以好好的安心去伐木 那這邊由於被燒的有點慘關係 法國基隊這邊 欸 義大利 A隊打出了GG 我恭喜法國畢隊獲得了勝利啊 哇 這個GG來的很突然喔 法國畢隊這一場的策略打得非常漂亮喔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哇 庫曼果然經濟是第一名喔 但是他大概是1打2喔 那其他隊友其實也沒倒 而且經濟也算不錯喔 一直用這個耽誤的去偷免是非常賺的一件事情 那這場比分呢是以3比2比1宣告結束嗎 因為我看RP只有三場 我確定現在後面還有沒有比賽喔 那昨天比賽的結果似乎是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就恭喜義大利A隊以2比1的一個資勝喔 戰勝法國畢隊喔 那目前的比分是這樣子喔 那後續喔 我要來看一下 後面有沒有他們在補一些RP上來喔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按訂閱 那也別忘記喔 按這部影片的喜歡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拜拜